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恒君 欢迎来到走吧去旅行 我们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四点到五点为您所播出 带着大家前往世界各地感受旅行的精彩和美好 今天来到的是旅游德意趣 空中很高兴为您所邀请到的是上选旅游的超级铁粉 同时也是我们的知名室内设计师王子一老师亨利哥 来到空中与大家一起分享 而上选旅行社是专注于经营德国的旅游团队 为了掌控出这一帮的旅游品质 所有的团队都是与当地的业者直接进行接洽 在业界更是享有专业德国的封号 今天很高兴我们这个亨利哥来到空中 听说您从2009年就开始跟上选旅行社 结下不解之缘了 对对对 这其实是个很奇妙的一个因缘 因为我自己本身从事这个建筑设计跟室内设计 已经快30年的时间了 所以我是非常丰富很资深 所以这业界朋友除了我自己的名字王子一之外 大家都喜欢叫我亨利哥 拿进彼此的距离 那我自己开始旅行呢 当然也是因为专业工作上的关系 想说要突破自己的瓶颈 所以开始安排一些旅游的活动 那旅游活动慢慢的就开始接触到 专业的建筑的旅行这一块 然后在一个因缘机会之下我的一个学弟李清智老师 他在实践大学当这个教授 那他们就开始了这个专业的建筑旅行 这个这个这样的一个行程 然后后来由这个上选来承办之后呢 当然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机缘了 竟然发现上选的老板就是我的小学同学 这么巧 对就这么巧 然后他们的安排呢又是如此的精致跟细致 所以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2017年结束 我们都每一年都一定会参加他们的行程 一直到现在这样子 哇所以呢就这样子 陆陆续续的带着许多爱建筑的朋友 一起前往去感受呢 这些建筑的美好 那对亨利哥来讲 你觉得旅行当中的哪一些的精彩呢 会增加对于设计的养分呢 是 其实那个旅行的契机啊 当然一开始是为了专业的学习 真的开始踏入到行程上之后 其实你会开始享受他整个的行程 一个生活的一个享受 然后再慢慢慢慢的进阶到一个 对于说自己的人生的一些看法 包括跟家人一起分享旅行 旅行之间的一些经验 那我觉得上选特别办的好的原因 不只是说带我们去看了一些好的建筑 其实生活的体会往往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生活体会不只是说是 在一个好的建筑 好的环境 好的城市里面游走 可是他的行程的安排 包括他的这个 比如说有时候会搭火车 有时候会搭船 各式各样的体验在你的行程里面发生 然后让你的整个旅行的一个经验 是非常丰富的 那这个丰富经验有时候 后来发现更是超过了建筑本身的一个美好 而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经验 所以让我们一直想要重复的回来这个地方 就是借由不一样的体验来刺激 然后来激发出更多对于生活的感动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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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旅行他的本身呢 对这个亨利哥来讲 其实就是充满的像是学习啊 探索啊享受啊 这样子的精彩在 然后我自己对旅行其实也有一些 透过时间的累积 也开始有些自己的计划 那我自己因为也是有点资深的一个专业人士了 所以我开始在2008年的时候 开始逐步的接触有跑步的活动 有骑脚踏车的活动 还有游泳的活动 所以就有跑过马拉松 有骑过这个环岛的自行车 那我也参加过了铁人三项的比赛 因此呢 我在我的心理箱里面多了一双跑鞋 走到哪跑到哪 走到哪跑到哪 然后多了一套运动的衣服 那假如说我今天会去的下套旅馆游 有游泳池的话 当然我们也会准备我们的游泳衣 然后我自己已经养成一个习惯 到达一个景点的时候呢 我在清晨或是傍晚的时候 会换上我的跑鞋 我的跑衣 然后在知名的景点的地方 留下我自己跑步的一个自拍照 那这个今年累月累积下来之后呢 就变成一个非常个人 非常属于我自己的一个拍照的模式 而不是一般传统的大头贴的那种概念了 就像是有些人可能会在知名景点 倒立啊跳跃啊 但是亨利哥是用跑步来做纪念 用跑步的方式 而是用自拍的方式 那我有一个自拍神器 因为大家都喜欢戴那个自拍棒 对我看到你一些照片 我觉得你很会拍自拍 你有什么makeup 跟我们分享一下 所以这个自拍神器就是很厉害 它就是 当然这个传统自拍棒没有错 可是它附加了一个蓝牙的遥控器的功能 你可以按下去的时候它就拍照 按下去 它本身还有个三角架 它拉开的时候 它自己可以站在那个地方 那高度呢就跟一个桌子的高度差不多 它可以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架好了之后呢 我可以选好一个角度 然后我就做一个跑步的姿势 当然你可以跳跃也可以 然后按一下那个遥控器之后呢 它会就连拍 连拍了个十张左右 你就可以选择一张角度啦 姿势啦 刚好的一个照片就留下来做一个纪念 所以是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来做这样子 所以你按的时候是正在跑步当中 还是你会特意定格下来 一定在跑步的当中 它是有动态的 有动态的 所以你可以有十几张的动态照片 里面去挑一张姿势 刚好是符合你想要的一个感觉的照片 然后你的跑步的姿态呢 会跟你的背景 可能是当地的一个知名的集点 把它结合起来 比方说我在米兰的大教堂啦 或是在那个汉堡的那个仓库的 那个红砖的仓库的历史文化的保护区里面 我都有拍过这样子的自拍照这样子 所以其实各个大景点都是你跑步要挑战的地方 对对对对 可是有时候天气很冷耶 我有一次还在下雨天也去跑 因为想说下雨天到底要不要跑 还有点挣扎 那觉得说下雨天留下个跑步照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也是留下那个当下的季节感 而且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重返那个地方 所以当下留下经验永远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这样子 那但是那次下雨的话应该就是特别是有帮你的相机撑伞了 不是帮人撑伞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你为什么会爱上跑步啊 跑步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一个活动 其实这样讲这个骑车跑步跟游泳都是属于我们这种比较宅男型的人喜欢做的运动 因为它是非常自己就完成的 它不需要靠别人 它不用跟别人产生太多的互动嘛 你就是在一个固定的tempo下 在一个时间之内 将你有空的时间 对 然后你就可以完成一个项目把它做完这样子 然后你做完成之后 你整个人的身心都其实都可以达到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 那它本来只是一个个人的运动 在我旅游的过程当中 把这东西融在我的旅游的行程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让旅游变成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像我自己到个地方去的时候 这地方第一次造访 你一定会觉得这个环境是很陌生的 因为第一次来嘛 可是你不要忘记了 你当天的晚上你有时间可以出来再走一遍 隔天清晨在出发之前 你也可以再走一遍 慢慢休息 慢慢休息 慢慢熟悉它 所以往往在一个景点 我个人可以去三次 所以往往那个地方就产生一个熟悉的感觉 而且清晨的慢跑 整个城市都在睡眠当中 所以那个城市是非常安静的 然后你可以非常 就一个人的在享受这个城市 而且因为你穿了跑鞋跟跑衣 你身上是完全没有负担的 你没有背包 你也没有什么相机 你带个手机 带个自拍棒 因为还是要自拍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跑出去 那整个感觉是非常轻松 而且融入当地的环境 然后因为没有别人嘛 所以会很感觉那种安全的感觉 还要属于在地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东西从我2009年 应该说2010年开始发现这件事情 然后就变成我旅游的时候一定会固定会做的一件事情 一个模式 到哪里去都会这样做 在旅行中用双脚 借由慢跑去认识这一块土地 没错 而且在清晨的时候 在一个城市还没醒来的时候 去欣赏那个城市 往往是非常非常的美好 而且在这边如果都没有人的话 自拍你架的机器也会觉得安全 这也是没错 这也是没错 后来跟他争执了一番才把我的手机抢回来 所以还是要蛮小心的 所以还是要趁没有人的时候赶快自拍 那夜晚呢 白天跟夜晚拍拋起来的感觉 夜晚的话其实比较着重在拍夜景 那跟白天的拍法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这个我想说可以透过旅游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这个拍照的一个乐趣 那很多朋友会在问我说 你的拍照是怎么样进行的 因为我们拍照是从大学学建筑系的时候 其实就学了摄影 一直到现在也已经那么多年的时间 可是那个摄影的器材 跟这个软体的分享越来越进步 所以说这个摄影的乐趣相对的 也变得比较多元一点 所以我现在出来拍照的时候 基本上我会有三个部分 来做我的摄影的分享 哪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我会带我的单眼相机 那是很沉重的 就比较重了 可是它就可以拍到比较好的照片 然后呢单眼相机 现在都已经有WiFi的功能 可以把照片传到我的手机里面 直接向传到Fastbook或是那个IG里面 对可是手机呢 又有修图的APP的软体 而且功能非常的强大 真的 可是我比较不会用女生 用的所谓的美图秀秀 我说我不用这个 我刚刚有偷问过亨利哥 用不用美机 他不用美机自拍的 男生就算了吧 可是我们会做一些 比方说颜色的调整啦 或是黑白照片的效果啦 或是反差的效果啦 因为我们还是以建筑 或是整个都市环境 或风景为主 所以怎么样让它反差 像以前传统相机 还要装绿片嘛 现在有APP软体的话 这都很简单了 直接进电脑就可以了 所以手机把修图修好之后呢 就可以上传 可以跟你的朋友来分享 这是第一个部分 你可以做的事情 第二个部分就我刚才讲的 用自拍棒的方式 就不要带一个 很沉重的相机了 你带个自拍棒 带你的手机 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去慢跑 然后去享受你自己的 那个运动的感觉 我们甚至在游泳的时候 都可以用自拍棒 为什么呢 你一样在旁边架好了 你拿着无线的蓝牙遥控器 然后就游到 它是防水的 它是防水的 就游到边边去 按下去 就拍起来了 这个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这第二个 你真的很会自拍耶 那第三个方式呢 是比较更进阶一点的 就是说 透过这个网路上的 那个一个平台 他们是可以把你的照片 往上传之后 编辑成书本的样子 就是一个印刷成册的方式 就是自己有一个旅游的摄影手册了 没错没错 旅游的摄影手册 然后自己把 那上面可以自己做 那个照片的编辑跟排版 然后它可以把你印好 之后再寄到你家里来 那这个东西就成为我家里书本 书架上的一个风景 那朋友来我家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做成一本一本的 像德国就好几本了 每个城市有一本 那同朋友来我们家的时候呢 我觉得翻阅书籍 看照相本的感觉 还是比较有一个温度的气氛 对 虽然现在大家都是放在电脑里头 但是你可以这样一页一页的翻 细数的故事 其实那个感觉还是不同的 你不觉得吗 假如说你朋友来你家 如果大家一起那边滑手机 看照片 其实是个冷冰冰的感觉 对 假如说是在烛光下喝个红酒 然后把一个像本拿出来 大家翻着翻阅 然后分享旅行的一个经验 那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听起来就好温馨 对我们还是比较老派一点 还是觉得有个 有个纸本的东西 那里是个 是有温度 是比较舒服的感觉 是这样子 也是 所以其实呢 那在如果说拍摄影的部分的话 亨利哥会着重在哪个地方的 这个后置调整吗 摄影的部分的话 比如说建筑的部分 这个建筑的分享是 建筑旅行 我觉得当年我们2009年开始的时候 其实在台湾才刚刚有这个风潮 那李清智教授就带着大家开始走 那当然我觉得上旋旅游这地方也越来的越精致 包括他们的这个旅行的手册都已经跳脱传统旅行社的那种印字方式 怎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站在建筑师的或者建筑旅行的考量 把那个地图做得很完整 这我非常觉得上旋旅游就是很很在方面很贴线 你说这个建筑跟建筑它的这个景点相对的地图 对相对的地图 那它不是那么粗糙的就是给你一个区域地图就算了 它是很精确的说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 它多少公里多少时间 因为我们建筑旅行往往去的这个地方 都是一般旅游团不会去的 甚至连司机跟导游可能就是他第一次去那里 所以往往为了找路啦或是要干嘛 但这个行程的安排其实就相对要非常的谨慎 前面的这个前置作业平常讲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来制作这样子 那他们的手册就会因此而做得相当的完整而精致 那除了这个地图的这个说明之外呢 他每一栋建筑的说明 他们很用心的能够在网络上面找资料 然后把编辑在他的这个手册里面 具细迷的来介绍一栋建筑的内容 那我们去旅行的人相对就会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进入到那个状况这样子 会带领的大家能够更快的上手 而且你自己也知道说 如果我想要先预备哪一些建筑的功课 也可以先做好一个准备 那特别谢谢他们还有很专业的这个这个领队的同仁 会在我们团圆之前就冲到第一线去看那栋建筑物 然后找到比较好的拍照景点的位置 告诉我们说这个角度拍可能会比较好 那个角度拍会比较好 那当然也节省一些我们去找这个找好的拍摄角度的时间嘛 那我觉得这都是他们能够提供比较贴心的一些服务 很细心的去注意 那我觉得我刚才还讲了一半 这是他们在做的事情 可是整个大环境上来讲 建筑旅游现在也变成一个 我自己的观察 也变成一个主流的一个专业旅游的一个项目 以前可能是音乐 或是去看歌剧会是一个主流的 不同的主题 但是好像建筑为主的现在越来越多人爱了 越来越多了 大家发现建筑其实是个很美好的东西 其实我们在台湾其实在这方面也还蛮要努力的 因为在建筑本来就是一个 一个人类文明跟文化很重要的件事情 因为它代表了历史的眼镜留下的痕迹 没错 你可以看古建筑可以看到以前文明的历史 你可以看新建筑看到现在的建造的技术的进步 或是使用方式的进步 可能都超过我们在台湾的一些想象 我觉得这个地方都是让大家会觉得说建筑旅行是一个非常美好 非常让这个人不管在知识上面有所得 在旅游的经验上面也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建筑旅游的这个专业旅游越来越多了 对对对 不同的团体在办这样的活动 所以其实会参加建筑旅行的也就是各行各业都有 还是说就只有建筑师会 这个就非常有趣的事情 像我自己在参加建筑旅行的时候 我本来说可以认识很多同业 对对对 就刚好相反 我认识非常多的不同行业的人 有医生 有牙医生 有家庭主妇 又一般的企业人士 还有退休人士 大家都从不同的这个生活场域里面来 一同欣赏一栋建筑 这个反而变成我们真的学专业建筑的人 更大的一个收获 怎么想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学建筑人可能一不小心 反而在自己的专业里面好像个象牙塔 太深奥了会有点自立的感觉 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自己建筑人在谈建筑人的东西 可是往往建筑其实为了一般人盖的房子 所以一般消费者或一般的市民 他们对建筑看法 其实有时候反而对我们俩是个很重要的参考依据 他们能不能很容易的去感受一个好的建筑 可是平常听讲 任何人进到一个美的建筑里面 都是会被感动的 这也是建筑迷人的地方 他都会被感动 不只是建筑人会被感动 一般的人都会被感动 是 是这样子 而且很多建筑的美 我们虽然可能是在照片上面 有去看到他的形色 但是你还是要到这个当地的空间去 去吸他这里的氛围 然后感受他这里走动的人 然后触摸他的材质 才可以知道说这个建筑 他真正迷人的感受 你真的是讲到非常核心的这个议题 建筑绝对是要亲自前往 才能够感受到的一个情境 他没有办法在书本里面去 要书本里面再美的照片 他没有办法传达当地的光性的变化 光影的变化 空气的流动 甚至还有那个气味 芳香的气味 这些东西你是都感受不到的 你必须到当地去的时候 才有办法感受得到 在我们建筑圈里面 在日本有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大师 叫安藤忠雄 他当年他的启蒙就是旅行 启蒙他整个建筑人生的一个开始 所以说对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讲 当然旅行是非常重要 那对我们这种资深设计师来讲 我觉得更加的重要 我们不光是说从旅行里面 获得新的灵感 新的动能 更希望说可以有 更多的这个创意能够产生 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每趟旅行都会带给你新的 在设计上面的启发 对所以我自己常常每次一旅行回来 就回公司大家同事都很害怕 为什么 因为我开始翻案 都是我自己在翻案 都不是不是业主要求 也不是我们同事要求 都是我自己觉得说看完之后 也有些新的感动 也许不直接来自于我看的建筑物 而是你就是会有些启发 会有些新的想法 然后觉得说对我们的作品 应该有更可以尝试的东西 更可以有新的想法放入进去 就算你已经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 就算你已经去德国这么多次了 但其实每趟去还是有新的感动 没错 我觉得德国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国家 它是非常多元化的 我想说它多元化 其实应该讲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特色 可是德国是个有它的特殊性 毕竟它是非常富强的一个国家 可是它经过一个二次大战的一个变化 那他们很 我觉得我很觉得德国人很值得人家敬佩 就是他们很诚实的面对他们过去的历史 所以去柏林旅行的时候 你看到他们二次大战留下的痕迹 柏林围墙的痕迹 子弹的弹痕都还留在建筑物上面 他们不会刻意的去把它抹视掉 粉饰太平不会 那就是历史 那他们重新从小孩子教育开始 就建立他们一个正确的观念 怎么样去看待历史 怎么样让他的族群能够和平的共存 即便到今天德国还是欧洲 这个广纳难民的一个欧洲的国家 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让人家非常非常钦佩的 可是他们当然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跟文化 所以你去莱比奇的时候 你看到巴哈的故乡 他当年留下的一些历史的痕迹在那个地方 然后甚至那个哥德写的那个福士德 你可以去那个他们中世纪留下来一个餐厅 里面还有福士德的那个样子 你在那边吃饭的时候 觉得当年哥德在这边写这个世纪文章的时候 那种感动人心的气氛都还存在在那里 然后你去德勒斯登 德勒斯登是最有名的瓷器德国的麦森的故乡 麦森从那边来的 可是在二十大战的时候 这个城市几乎是毁掉了 几乎是你看历史照片的话 几乎是荡然无存 炸得光光的了 可是今天他完全的欣欣向荣 完全都恢复他的旧貌 所以他在恢复过程当中 他依然保持他的传统 而不会说弄成个怪模怪样的东西 所以他在修复上面很用心 他很尊重他的历史 然后这些都让人家觉得他很很倾佩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两年前也让他去德国 我们去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 在朗堡那个地方有个汽车城 那个是福斯汽车在那边最大的一个总部 然后里面你看到很多机器人的手背 在做各式各样的操作 那些先进化的汽车 包括自动化的设备 都会让你烫为关子 所以其实真的好多的点 好多的细节可以去德国感动一下 所以德国去了好多次 总觉得还是看不完 还可以继续再去 亦有未尽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等再回到走吧去旅行 邀请知名的设计师 王子彦老师 与大家继续分享他精彩的德国经验 欢迎再度回到走吧去旅行 我是恒均 今天空中很高兴为您所邀请到的是 来自上旋旅行社的超级铁粉 也是知名设计师王子彦老师 恒丽哥来到这边与大家一起分享 上旋旅行社是专注于经营德国的旅游团队 为了掌控出最棒最优质的旅游品质 所有的团体都是与当地的业者 直接进行接洽 在业界更是享有专业德国的封号 今天很高兴我们这个亨利哥 来到空中与大家一起分享 其实亨利哥经手许多大案子 跟大老板的这个指定的御用设计师 不敢不敢 但是你对建筑对于旅行 一直都是你生命当中很重要 很喜爱的地方 是 旅行这件事情 其实从我年轻的时候 就在酝酿当中 可在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跟环境 并不允许你做那么多事情 那我真的旅行开始的时候 当然是去美国开始念书了 念书了之后呢 刚好有个姻缘机会 我们在Summer Program 就是暑期的课程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去欧洲的学校去念书 那当然那个时候台湾的学生 可能都会选择去 比方去法国啦 或去意大利 这比较耳熟能向的欧洲国家 可那个时候呢 我们比较特别我们选择去了丹麦 在那个年代 说说很久很久以前来 很特别 对对对 在1990年代的时候 我们去丹麦旅行 那时候那个亚洲人 说说台湾人去丹麦旅行的人 还不多了 所以在那地方你就真的是 好像眼界被打开了一样 好像世界的窗户被你打开了 你可以看到 世界上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 尤其北欧的国家 因为当时的他的那个文化 在台湾并不那么熟悉 是 可是现在基本上 大家几乎耳熟能详 北欧设计 北欧的设计 比方说IKEA是北欧来的 B&O的音响是北欧来的 Royal Copenhagen的磁器 是北欧来的 Nokia也是北欧来的 就太多了 Saba汽车当然也是北欧来的 就在当年的时候 大家都还不是那么熟悉的时候 我们已经去那边 亲自去参访了 而且我们在那边念书 念了三个月 然后去参观到工厂跟设计 今天我自己在我的设计案里面 其实我们运用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北欧的一个时尚风格 包括他们的家具 包括他们的这个器材 他们的设备 因为他们所讲究的 这个所谓的实用的主义 在今天这个社会 特别的贴切 特别的适合 也就因为这样开启了 我对旅行这样子的一个渴望 是这样子 那等到我们事业慢慢稳定之后 我比较有比较多的时间了 我就开始做自己的建筑旅行的计划 那一样样的来执行我的这个想法这样子 然后刚才讲到德国的旅行里面 除了刚所提的几个地方之外 我觉得汉堡特别又值得拿来谈 因为汉堡在Bismay时代的时候 它成立那时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仓库区 那今天已经被联合国认证为是一个世界的遗产 整个是个红砖造成的一个非常广大的一个区域 那当年是为了仓库 是为了尺寸他们的食物粮食 物质那样子的东西 作为一个发散的地方 从一北河里面发散出去 那个仓库区 那上学旅游就很精致的在仓库区里面 帮我们安排一个设计旅馆 住在古 这怎么讲 住在古迹的感觉 对 而且是联合国已经认证的这个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里面 而且是设计感非常强的设计旅馆 所以里面有可以住的旅馆 不是说只有参观的这些建筑展览 是是是 然后是一个听这个赵老板自己讲 是非常非常困难去争取到的一个住宿的地方了 那看起来跟住起来感觉如何啊 非常棒 而且不可思议 在你的步行距离 你就可以到达一北爱乐厅 那一北爱乐厅是全世界最昂贵的造价 所盖出来的一个音乐厅 为什么 因为它那个其实是非常特殊 它在一个传统的一个旧的砖头 盖的仓库的上面 全新盖了一个玻璃的 像皇冠一样的一个建筑造型 那里面是一个音乐厅这样子 所以建筑来说 这个其实是个很困难的工程 很困难工程 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因为他们这个不但是维护了古迹 又有新设的一个音乐厅在那个上面 所以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 不管是建筑设计也好 工程上执行来讲 还有文化意涵都市意涵 这倒是非常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作品 那这么重要的作品 我们就住在旁边 而且散步穿过这个红砖的仓库区 这个历史文化的遗产里面 就可以去欣赏那么好的歌剧院 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美好 近在咫尺就跟这些艺术品住在一起 对 然后这次旅行里面 我们很幸运的还安排了两个晚上住在这里 所以我当然没有放弃我的跑步 我的夜间的拍照 我清晨的跑步拍照自拍 都留下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 这个我觉得值得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再来呢 汉堡其实还发生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故事 是我个人有关的 因为我的女儿呢 今年也是高中生了 她跟我们一起全家旅行 她已经走了三十几个的国家 然后她在不同国家认识了朋友 然后竟然她在汉堡跟她的朋友联络上 这也是让我觉得说世界越来越小的原因 就我女儿在不同的国家认识德国的女孩子 那这德国女孩子住在汉堡 当我们旅行来到汉堡了之后呢 他们就联络上然后就一起出去玩 那在我们这种上个世纪过来的人来讲 很难想象 觉得他们年轻人真好 他们可以这个无国界的方式来交朋友 在旅行的时候可以跟他在网路上认识的朋友 他其实不是网上认识 是在不同国家认识的 再过来再拜访他的朋友 我觉得都是旅行中所形成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对 这个是跟大家来做分享 感觉好像人与人之间其实很靠近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 但是而且很好玩在别的地方相遇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又遇见了 没错没错 那刚才有提到德国这个国家 是个非常多元的一个国家 那在先进这块来讲 就是以科技进步来讲 刚才有提到朗宝这个地方 有一个福斯的汽车城在那里 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他们整个新车的交车的地方 你很难想象 如果你新车能够拜访的话呢 他们有一个两个玻璃 做成一个玻璃塔 然后里面放置了各式各样的汽车 就好像玩具汽车放在那里面一样 一个很巨大的展示空间 非常巨大的 那这里面都是人家已经下了订单 准备交车的新的汽车 展示在那个玻璃的圆筒子里面 那当你来取车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巨大的像那个机械手背的方式 把那车子取出来 然后地下室送到展示间里面 然后你的车主就要在那边来坐试车 把车开回家这样子 那整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高科技 又赏心悦目的一个过程 那整个玻璃城呢 本身的这个人造景观 跟大自然的融合 包括它的浇灌系统啦 它夜间灯光啦 都让我们叹为观止 因为德国在工业设计 这一块部分也是很精彩 没错没错 所以这都要亲自造访之后 你才能够感叹说 他们怎么那么厉害 然后他们制造了 比方说那个制造汽车的机械手背 他们在现场有展示那个机械手背 可是不是在制造汽车 而是跟一个舞蹈家 产生身体上的舞动 这是我也第一次在那边看到 就是有一个男生舞蹈家 在那边跳舞 然后他跟机械手背产生互动 所以算是一个演出 它是一个演出 而且是for free 就在他的广场上面 那机械手背在那边做动作 那个人也在做动作 他们两个之间产生非常融合的 一个互动的一个感觉 当我们看完之后 我觉得说 大概就你说德国人硬邦邦 其实不是他们展现 非常柔和的那一面 让这个机器人跟舞蹈者 可以产生互动 我觉得是一个 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 科技跟艺术的交融在这边 然后也让大家觉得 好像这样的演出 就在你旁边很靠近 所以并不是就像是 刚刚那个亨利哥所说 这个硬邦邦的感觉 而是还有它更多柔软深层 然后以及许多设计和艺术的层面 在这里 没错没错 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 对 而说到这个德国说到 我们的建筑 不得不提的就是Bowhouse了 哇 这在威玛的Bowhouse 那个是我们建筑人 必去的经典圣地 对 然后 就是很美 我觉得它 它其实 就是说 一样的 你要身体 身体其境的去感受 当年Bowhouse的建筑 它们的形态 不知道它空间的运用 是 这就是以前我们 年轻时候在课本上面 完全没办法体会的 都是文字 都是文字 就是一个比较刻板的图片 对 那时候觉得说 因为Bowhouse这东西 平常你讲 以它样式来讲 当然是已经过时 比较是老气的东西 可是你清零现场之后 看到那些建筑的细节 至今还使用 还是非常的完好 那你才会对它的工艺 跟它的耐久性 跟它的 我说一个建筑永恒性来讲 我觉得它 都是非常具备的 都是值得我们再三去 清零现场去欣赏它的 对 因为Bowhouse也是对于 德国整个工艺设计 一个很 感觉就是 它很符合它精神的 一个方向 其实Bowhouse一直到今天 都还有它的影响力 是 Bowhouse当年的一些学者专家 后来都到了美国去 再把这个Bowhouse的种子 在美国生殖下去 然后再不断的影响到 其他的国家 包括台湾 都深深受到 Bowhouse的影响 那你今天在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在说 做设计的人 还是要从头来谈 Bowhouse的设计理念 对 它这个 这个 功能性的导向 那个建筑物的 这种极简的方式 都在在乎 都是脱离 以前传统的一个世代 我觉得这个是 值得大家去 去欣赏的一件事情 像源头致敬的感觉 对对对 没有错 生力其境去看看 那除了这个 用双脚双眼呢 这个走遍了许多的国家 看了许多美景之外 其实我们也知道 这个亨利哥都很喜欢 用镜头来记录下来 你曾经拍摄过的美好 那拍摄这么多 很棒的照片 里面有没有拿几幅 你自己也是印象很深刻的 这个真的太多了 然后我特别讲一个是 就是说在汉堡的那一天 那天清晨 其实它是下着雨的 下着雨的时候 我带我的相机 准备去吃我的早餐 那它早餐的方式 是从旅馆的本身 走到另外那一栋楼去 那仓库去是一条一条的楼 红砖式的仓库 然后中间是有河流的 所以你要穿过河流上面的桥梁 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吃你的早餐 听起来好浪漫 然后我在走过那个桥梁的时候 看到隔壁另外一个桥梁 有上班的人 在陆陆续续走过去 刚好就有两个人对面 对走过去 一个打了伞 一个没有打伞 我就用我的镜头 把它拍了下来 那个moment 然后转成一个黑白的照片 这个当下其实就 让人很有感觉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遇 或是分跟离 这件事情 在那个画面上面 我觉得就阐释的还蛮清楚的 然后对一个旅行的人来讲 这也是一个机遇 有时候摄影就是在一个当下 那个可能是瞬间被你记录下来 散过去之后 这个画面就再也不再出现了 所以这个画面就变成是 我觉得是我旅行中 很重要 很刻意的一个经验 然后这张照片成为我手机上面的封面 一直到现在 就像是亨利哥曾经说过 空间其实会因为人而更有深度 更有温度 所以其实摄影也是 是 有些两个人相遇在桥上 相遇之后又在分离 那个当下的感觉 其实是蛮深刻的 擦肩而过的那一刹 没错 就是可能他们这辈子 就只有这一次 但是在你的桌面上了 是是是 永恒下来了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待呢再回到走吧去旅行 邀请呢我们上选旅行社的铁粉 从事也是知名设计师 王子一老师 与大家继续分享 欢迎再度回到走吧去旅行 我是恒均 今天空中为大家所邀请到的是 上选旅行社的超级铁粉 同时也是知名设计师 王子一 亨利哥来到空中 与大家一起分享 上选旅行社呢 是专注于经营德国的旅游团队 而为了掌控出最棒的旅游品质 所有的团体 都是与当地的业者 直接进行接洽 在业界更是享有 专业德国的封号 那我们的设计师亨利哥呢 从2009年开始哦 与上选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带了许多这个很棒的团体 一起在这边感受到 德国建筑的美好 当然呢 也藉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 他的镜头还有脚步 记录下许多属于德国的精彩 其实对这个亨利哥来说 旅行当中除了看建筑 看景色之外 有许多是跟人的互动 所缔造出来的难忘的回忆哦 是 那当然旅游 当然不会只在欧洲嘛 其实我们还是会去 不同的国家 去做不同的体验 其实那个旅行里面 除了当然看建筑 看整个一个城市环境之外 人与人之间互动也是我们很 很期待它会发生的 就刚才我提到在汉堡的时候 我女儿跟她的朋友 遇到朋友 那我们做父母亲的旁边 觉得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生活的体验 那我自己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较有趣的生活体验 就是有一年的 应该就是去年 2017年的时候 我们去了一趟印度的建筑旅行 那印度的建筑旅行 当然是看科比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作品 那有个城市在印度叫做 昌蒂格 这个城市 整个城市是科比义这个建筑师 规划成功的这样子 那我们在参观的行程当中 有一段行程是我们自己下来 在大街小巷自己逛 自己走 团圆都打算自己走 那从一走就看到有栋房子 有个名家 做的还蛮不错 蛮有特色的 就那么张望 就那主人就出来了 说你是什么人呢 因为我们这种东方人在那边很少 你知道吗 就一聊之下 他原来是个建筑师 这么巧 然后就很欢迎我进去参观他家 那我们进去参观 哇这果然就是 是很不错的一个感觉 然后相谈之后就非常非常愉快 那那边又没有什么台湾人 真的没有台湾人在去那边旅行 就要留下来 把我们留下来喝茶啦 然后他的太太也出来 跟我们一起聊天 很热情 那就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生活经验 那当然我们也都有交换明天 事后我们还借了卡片给他 造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在印度的交流 没错 那印度其实也有些比较 就是假如有去过印度人的话 印度其实是非常有他的文化特色的 那有个很特别的一个建筑的空间 叫做阶梯井 那古时候的人呢 要取水就是挖个井嘛 去取水嘛 那印度这个国家发展出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空间的形态 叫做阶梯井 他把那井做得很大很大 几乎像一个快要像个城市 小乡镇这么大的一个井 不是像我们印象中这样子 一个圆圆一个洞 不是 它是很大一块 然后大家要走楼梯走下去 假如这个井有30公尺深 就代表这个井 开得很大的一个洞 大家走楼梯 都都都都都都走下去 然后去取水 根本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圆环 对可以是 好像一个古罗马经济厂 那样沉下去的 在地底下的 可是这些所有的来取水的人呢 在那边纳凉 因为在地底下嘛 就很凉快 然后这个你可以想象 那些印度的妇女在那边 骑水或是在洗衣服的时候 大家就顺便就坐下来 就闲话家常啊 聊聊天啊 社交场合 社交场合啊 旁边GT呢 他会做出一些 像亭台楼阁的造型 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 大城这个样子 还可以做亭台 它整个就是 只是为了取水而已 变成一个社交交汇的地方 那重点都是造成 我们生活上面一个 旅游上面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经验 对因为没有想到说 警还可以建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也有个特别的经验 就是我们也去了 那个孟加拉的达卡 达卡是个全世界 交通最混乱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常常在画面当中 看到这烟雾弥漫 然后逼逼逼 non-stop的地方 人跟脚踏车 全部都挤在一起 那这些慌乱的状态 跟德国根本就是 完全截然不同的世界 完全截然不同 可是同在一个地球上 对有时候其实奇妙的就在这边 对对 假如说今天我们把说 一家人的观念来 放大到一个地球的概念来看 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 都在一个地球上面 就是我觉得说 我们在旅行的时候 其实也会有这样一个感受 我们去德国旅行 看到人家进步 看到人家尊重历史 看到人家怎么样的反省自己 然后在他们的教育上面 也很执着地在对小朋友的教育 他们去谈他们的历史 可是另外一个地方的人 就可以乱成一团 然后脚踏车 汽车都混乱成 路上没有红绿灯的 而且他们最有趣的是 虽然混乱 但是相安无事的在这边通行着 对那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一定要那么乱吗 因为他们的路上还有牛啊 还有羊啊 到处走来走去啊 还有鸡啊 狗啊 各式各样 所以当然就没有红绿灯啊 那人与动物也是和平共存 对对对 所以每个国家 就有他的一个 他自己的文化 那我们作为一个旅游的人来讲 我们就是去看不同的文化 然后在我们回来 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创作上面 或是在我们审视 我们自己生活态度上面来讲 多多少少 还是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改变 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 小孩的教育来讲 说你的眼界要放得 比较更宽广一点 当然我们自己台湾 本身是个小岛 所以我们更需要能够 拓展我们自己的事业 跨出去 对跟事业能够结合 那事实上 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说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的念书去那个 丹麦念书去北欧 北欧其实很小的一个国家 丹麦也不过才五百万人口 也许现在比较多一点点了 荷兰也是个小到 不能再小的国家 可是人家一样放眼世界 生意做到全世界 他品牌知名度做的 你看大家都知道 他们做了些什么东西啊 都是很好的一些品牌 很好的商品 那他们一样可以在 跟全世界做生意 那当然我们透过这样的旅游 当然对我们自己 有更多的期许 所以我们 当然我们是做设计的人 做室内设计的人 也希望说我们的设计 可以精益求精 然后给我们的业主 我们的消费者 可以有更好的生活的空间 让他们的生活 能够安置妥当 那他们的生活 安置妥当之后 当然希望他们能够 发挥他们个人的力量 去影响更多更多的人 对我想说这件事 我们觉得 做个设计者来讲 我们可以对自己的要求 跟期许 大概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也常常说 什么台湾走出去 世界走进来 这样我们出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跟世界更靠近 而且可能会站在一个 比较远的距离之后 能够更客观的发现 属于台湾的美好 在 完全正确 当然我们也更希望 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能够让世界上 更多游客 愿意来台湾 然后发现我们在台湾的美好 然后把我们 分享我们所有的东西 我们的美食也好 我们的热情也好 甚至我们的国家的一些 硬体的建设 其实真的都不输人家 所以有时候在世界旅行的时候 真的很希望说 大家也可以来台湾走走看看 对 而且就像是 大家每次在国外交到新朋友 就像是一个很棒的国民外交 例如在印度的时候 亨利哥遇到的这个建筑 很希望他们来台湾走 你走 来一起感受 属于台湾的精彩和美好 那么今天的节目 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我们知名的设计师 王子一 亨利哥来到空中 与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亨利哥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